滿拚命的 因為張黃牌他就比較緊張 對 聽說外面從上廁所 練到走廊都在練 沒錯 而且這個你有選一首 本身唱台語歌 就咬字不清的歌 對 這首歌有練咬字 練滿久的 可是你是聽了原版 你是在學他的咬字嗎 我沒有在學啊 就是剛才也有問鄭凱哥說 麻雞囉還是麻雞囉 是 我相信評審也 待會兒一定會講到這點 不僅是這樣 現場氣氛完全不協調 我們不在哪裡找一個工讀生 他牌子絕對不在上面 我不知道他怎麼跳的 其實瓜哥這非常困難耶 我還很好奇把它拍下來了 我現在教他好好戴一下 你站在那邊戴 唱一下 你看,沒有在牌子上 沒有在牌子上 謝謝 很認真 謝謝你 好 我們請荒山楊老師請做獎品 羅平本身就是一個 很表演型的表演者 歌手 你在每次舞蹈動作上面 包括你的表情 你的一些肢體的自信 還有你的歌聲的嘹亮度 我覺得 基本分數都是很高的 好 那 那 要怎麼樣在你這一個 這次表演裡面 找到一些問題 就 也許就是說 你的比較弱的地方 就是你對歌詞的理解度 會比較差一些 我覺得這是你先天的有一個 因為畢竟不是你的母語 那會對你比較殘酷一些 在這邊 那 今天這首歌的表現就是說 我覺得 跳舞也很好 你的歌聲的這個 力道也都不錯 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說 在歌詞的搭配上面 你的表演跟歌詞的 那個意境上面 是有一點落差的 那 輕重音的調配上 也因為你對歌詞 也許沒有那麼透徹的了解 你的表現上面會有一些 比較誤解的地方 那 輕重音 落差太大的時候 就會讓人家容易 產生不安全感 那我覺得 這個地方可能要 要再去琢磨一下 謝謝老師 林隆璇老師請 今天表演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你的表情 非常豐富 就是很欠扁的那種感覺 你那個眼睛一聲大的時候 就覺得哇 真的 很想 但是呢 但是那就是你很吸引人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你真的 我覺得那個說不出來 我覺得那是吸引人的 就是你整個表情是豐富的 這就是一個吸引人 有亮點的一個表演 我覺得是很好的 那唯一的建議就是 我覺得這個歌 因為它的副歌其實很長 很密 你要重複好幾次 到最後的時候 你那個續航力如果不夠 會有點亂掉 所以你剛到後面 其實拍子一定有點亂了 然後音準有些地方到不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變成說 可能還要專注力更強一點點 但是這個表演 其實是真的很不簡單 在前面的三分之二 我真的覺得 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看 很棒的表演 繼續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 好 今天我們明星組的分數 有91.4、91.2、92 今天這首歌 如果萬一又記黃白 他就非得要取消黃白 對 或者你也可以選擇 我不要用黃白 我就離開這個舞台 也OK 應該是沒有人 做出這個選擇 來 評審,請給分 每次表演都非常認真 卻充滿喜感的羅平 這首歌曲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70、80、90 90 幾分91 小數點是關鍵 有沒有 得到的分數是91分 好 91.10 要再掛上一張黃牌 91.2、92 羅平要掛一張黃牌 是 有兩張黃牌照理是要離開舞台 不過在過年前 他傑出的表現 換來了一張免死金牌 就是黃牌要取消 是 要用嗎 要用 這有得選嗎 沒有,有那個個性 就是我不要 我就是不要 你要用嗎 我這樣就浪費了黃牌 取消的價值 對 我一定要用它 一定要用 對,一定要用它 那你黃牌還給我 好 只有一個取消 對,這可以取消兩個的 當然不行了 好 這個明星組實力也都非常堅強 是 所以我們今天是 莊振愷92分 是 在他票箱 抽出一位幸運的觀眾朋友 得獎的是 恭喜你得到三千元獎金 謝謝我們民視組精采的表現 加油了,羅平 下週要更努力了 好 來,謝謝四位休息 謝謝 接下來